日本綜藝天王田春淳 日本綜藝天王田春淳 因主持男女糾察隊走紅多年 知名度非常高 也多次來台參加節目錄製 更是承載康熙來了 大聊自己把妹的技巧 不要日前 他被捲入日本娛樂圈吸毒的風波 謠言指出小淳有吸毒 而且已經有依賴藥物的形象 吸毒傳聞如滾雪球般 越滾越大讓他終於受不了 在個人推特帳號上直接回嗆 喂 可以不要這樣嗎 這種完全沒有根據的事情 他表示自己可以接受 在網路上被罵被批評 但對這次不屬實的指控 實在無法忍耐 他說不能就這麼帥了 自己隨時都可以接受驗尿 並強調因為好玩就造謠 他染毒這種不實消息 是絕對不行的 雖然有點麻煩 但為了捍衛自己的清白 小淳也是在所不習啊